這就是愛了 我喜歡還喜歡 我中伏還中伏 都不希望大家中伏 你們的節目真的很好看 有時做直播很喜歡看 洗澡都要看著 可以這樣 玩具TV第29季第一集 剛才不小心 有些軟軟的東西看 我們看一些硬的東西 就是這個硬漢中的硬漢 這個悲慘故事中的主角 Guzz 浪漫戰士Guzz 其實1比12的Guzz 其實以往只有Figma出的 Figma出過黑色劍士版 出過狂戰士規格版 後面 狂戰士規格版炒得很厲害的時候 後面就出了改色的血版 其實之前一直都以為 Bandai是不會對這件事有興趣的 誰知道自從三浦路斯過世之後 大家都發覺這條水有得吃 之後一窩蜂突然之間 很多廠不停地出的產品 甚至動畫又再重製 其他新的雜數 又重製 我看了很多次 是否從那裏開始黃金年代 真的不知道 千萬不要 我是很希望它可以用以前的畫風 駁回舊那部後面的口 因為現在Netflix經常看的 所以我之前無聊 我一次過看了50集 那部是最棒的 比他後面製造3D動畫 始終沒有筆風和味道 我又不會特別覺得3D畫風是差的 但你問我真的選擇 我就喜歡不3D 即是手繪的 因為真的相對容易表達 三浦路斯的畫風和作風 始終他的3D 他經常用一些perspective 和動作的畫格 不知道為什麼 怪怪的 沒有什麼重量感 我們拆軟了 在這麼多廠之中出 其實之前BANDAI開訂了這一款 其實看官圖的時候 我就覺得畫質素 以BANDAI來說 相當有誠意 是的 而且開架 開架也是相當有挑戰性的 給大家 其實他中間 有一些製作過程 其實他的過程 是類似真骨丟去做這款 但是 雖然實物出到來 大家平時玩真骨丟也是 告訴你真骨 你看阿極陀那個Hip手 你就丟了 對 他無論鋪什麼出來 最後其實重點是 他丟的版是這樣的 拆了件之後 就有點不勝人形 所以我會覺得 他起初做的時候很漂亮 不過拆了件之後 現在就 對 實物到手 就有點強差人意 對 看見本身這麼漂亮的 Box Art 其實我覺得這個盒 挺有誠意 特別是封底 所以我特意拔出來 讓大家看看 食物的情況 交給你了 這個盒子也比較特別 比起一般的SHF盒 其實跟人差不多高 這個盒子突然長了一大截 而且連厚度也是比一般的SHF 是厚很多 盒子也很漂亮 剛才盒面也看到 三浦路斯畫那幅掛繪 一打開盒子之後 你打開盒子 就會有一個主體 然後就是一堆的配件 而我會覺得 它這次在配件上很用心 例如 以往Figma沒有做的 就是它有一把年老 就是它裝在手上 一直攪拌的 烈殺技之一 對 之後 例如一些炮手的部分 這些發炮手 然後甚至乎 這一件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格斯 一向背部有背著袋 那袋到底裝什麼 這個Figma也沒有做 對 沒錯 它背部的這個袋 其實就是裝了一把年老 這把老 在設定上 其實這兩個位置可以摺起來 前面的頸位 這個頸位可以縮進去 兩邊摺起來 這個摺起來之後 它會縮成一塊東西 之後 就放在後面的袋子 所以它很有心機地 在這裡做多一塊 它就讓你拆到袋子裡 我有點驚訝 Bandai會願意做到這一步 是有一點驚訝 不過這個比例 裝上去的時候 是有一點奇怪的 不過不要緊 起碼有心 有 有心 你看到它做這件事 有心 除了有些小配件之外 手型上面就會有一對攤開的手 也是一隻 因為是一隻機械手 一隻人手 然後有一個握刀的手 另外這裡也有一隻握刀手 因為太難握的關係 我已經裝上去 還有拳頭 雙拳頭 然後你會發覺 例如這個機械手的拳頭 其實不像平時 做的手沒什麼心機的 你會看到它這裡 特意拆了件 把它扭空了 就不是隨便把那些材料中間填上 就一見過就算了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 它做這個挺有心思的 然後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整個東西 我覺得最大的亮點 是臉上那裡 那麵樣的部分 它足足給了三塊臉 一個就是比較沉穩一點的表情 即是沒有表情 俗稱是 咬牙切齒的表情 其實在這款產品裡 我覺得它整個質素最高的是 臉的雕刻 加上臉的細節上色 這個我覺得它是 真的不要介意 這是它唯一可以贏Figma的地方 是真的 是真的 因為Figma 那個是整個臉焦了 是 然後打完房鼓 然後有一點點 還有 更莫說 它的樣子其實不太相似 它這款 又做得回它 比較平衡一點的樣子 比較男人味一點的樣子 其實整體來說是漂亮的 包括一些上色 其實很高質 有機會 其實SHF這個頭 可以裝在Figma上 是呀 我今晚在公司裡 因為我同事有Figma 我們拿一下比例 其實應該有可能 有頸再位 可能加一些Blue Tape 就可以了 是的 但它的頸我試過拔了 很緊的 它不是特意 特意拔這件事 它其實做的面相很厲害 例如它除了噴膚色之外 你看到這些 例如這些虎紋位置 陰影 那些全部 有和你打開 甚至乎 其實它的眼珠 這次上得很細緻 所以 我買這款 最主要是因為它的面相 也不差 索性銷售本身 格斯的Signature 頸部有個作為製品的樂印 樂印 其實去到後面遇到法師之後 就是那個小魔女 是否叫Spencer 我太記得 我已經忘了名字 太久沒看了 因為老師 老師過身後 因為心門儀執筆 我真的沒有心機看 整個畫風變了心門儀 我搞不定 你只看到佐德被畫到一頸 我已經沒有辦法看下去 我就預料了 不過怎樣也好 整件事肯封尾 我個人作為粉絲 我也是對三浦老師的一個敬意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這個故事 其實結束了 在他和卡斯加在精靈島的樹下 再會 重活 我覺得在這個復仇的故事 其實在這裡結束了 因為很明顯這個故事 我也不知道他後面 怎麼可以打引神之手 你不能打 完全是不同的戰力 一個是超規格的 一個是人 所以現在開始有些 狂戰士暴走甲 但是 寶妃而已 當然你說 那個層級去不去神之手 看他再怎麼催 他那是規格外的設定 所以我覺得很難再說 看下去 先說一句 整體的身形比例 作為一個健碩的男士 其實我覺得是不錯的 但他只不過是 他比較貪心一點 我覺得他想在規格的表現上 他將他拆得跟真規格的接近零碎 特別是上半身 在這個做法的情況之下 其實他穿崩的地方很多 而且他想保留一些關節的 身體部分的粗度的時候 影響了很多一些 例如可動 或者是一些關節的補位 其實我看他本身已經為可動性 他犧牲了一些應該有的肌肉線條 其實他都沒有了 沒錯 外觀上 其實我覺得他比規格優勝 比較多 因為規格整個表面都很光滑 所以整體看下去 更加像皮膚反光的色調 對 例如規格 規格的規格是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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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 在這個時候他做了很多粒粒的樣子 令到整體更好 所以如果你有心機 去做一些掃一點顏色上去的話 其實它會漂亮很多 但你會看到這些產品 其實它自己也有幫你滲到一些東西 但是 美不美就見人見智 不過起碼它有做 在這個地方我們看到這裡是時候 大概玩一下可動 一些可動頭的動作 其實它本身前面是一件硬件 所以大家玩的時候 就注意頭 掛下去的時候就小心 否則很容易刮到油漆 但是你類似一些向前衝的抬頭 其實它都做到相當不錯 例如一些抬頭都做得相當不錯 所以側面望 各樣其實我覺得頭的可動相當好 我說漏了 其實它可動性是比Figma好 當然 可動性是比Figma好 接著之後 例如一些手部的可動 肩膀的向前引 向前向後 向高向低 這些是比它做到更多Post 不過在這個玩的過程中 大家要自己專業地 將它回到一個剛剛好的位置 不要穿崩了 例如一些肩膀的上台 你可以看到它做一個肩甲 這個肩甲是一個硬件 內側這裡 也有分一件軟的件 去做一個防止干涉刮油 由中間空甲旁邊 也是前面下了一個波頭 令到它可以做一個這樣的動作 包括上下 所以其實它拆得很細 不過我只是覺得 例如我小弟自己做過一比六的版本 我也是這樣拆的 但是問題是一比六的料位 可以做到處理到這些可動之外 不是很穿崩 但是來到一比十二 它就會辛苦在一些料的部分 它要實行關節的時候 它要的空間比較多 所以就會形成穿崩比較大一點 例如肩甲的部分 抬手 你會看到它整體做到差不多高 都不錯 但是有一個問題是什麼 它雖然做到差不多高 但因為它的關節本身很弱 因為尺寸的問題比較弱 而且它本身對數也沒有對得好 所以玩起來拿刀 拿不到 其實在坊間也看到很多朋友 你拿著把斬龍就說髒話 不停地跌 不停地跌 你只可以把刀 跌倒了嗎 對 跌倒了 你只可以把手架位的球形關節轉心 然後再配一個關節度的新關節下去 那個洞我也要射 所以你真的要 因為很淺 每一個網上玩家喜歡格斯的 少到七彩 沒錯 一些手的可動 關於抬手轉手的部分 完全沒有干涉 因為受惠於它可以拉動的肩 但有一個問題 例如你這樣的時候 你會看到格拉底 是消失了 而這個消失比較奇怪 其實這種做法是山口式拆件的做法 但是山口式拆件的做法 它這裡也會填多一點 它寧願把減料的部分做在身體 但是它這個就把身體填了 格拉底很漂亮 沒錯 胸腔側面這些 但是格拉底就出事了 是的 但是在手臂這裡就串了一個大鼓洞 其實我不知為何它會用了山口式肩位去做 山口式很多人的模型 正確就是剪掉你的肩膀底位 去遷就可動性 其實不知它還有那個北斗那個是什麼 還有銀拳射狼 即是超將那個系列都是這樣 其實這種插法不是太大問題 但是你要看看你放在什麼系列上 因為山口式其實整個都是它自己釣的 山口式拆件去做釣 然後分件都是山口式拆件去做處理 它做出來的時候 它補的位是漂亮很多的 所以其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去做到這種處理 但是山口性狗有一個問題就是什麼 例如最近買Spider-Man的Mk4 它有一個問題就是手是這樣的 它永遠拍不住身體 但是它上面做了一個教章 把肩膀拉出來之後 它可以拍完身體 但是上面穿得太大 但是它山口式的膝蓋底的洞 沒有它穿得太大 所以各種取捨 其實我反過來 我寧願它不要做得這麼創新 所以 我只能夠覺得它很有心機做 但是它做不到應該要教的功課 肩膀抬向前後的地方也看過 它在肩甲下面也拆多了一件件 但是這件件大家要很小心 因為它只是一個很小的肩膀連著 所以玩得不好的話 它有機會白白地斷下來 硬硬還是軟膠 它是一個偏硬的軟膠 手臂有做到一些水平轉的部分 但是我覺得它這個水平轉的 刷得不算很漂亮 有一點點突压 手臂的部分 都可以看到一個非常明顯的關節 明顯到你不能夠忽視 甚至乎有一個洞 但是你當作是有心機 它起碼都對接到 是不行的 不好意思 它雖然拆到這樣 只是比90度多一點 另外一隻手也很相符地做同一個可動 所以在這個手跟的可動上 就有多少不合格 因為都拆成這樣 但是可以這麼說 我覺得它手臂皮膚的上色 可以的 因為陰影該打的有打的 不過很尷尬 它那個手跟位 當然了 本身質材不同 但是是否真的不可以追回那隻顏色 因為它那個爭位這件是基本 所以跟你一個有上陰影的皮膚顏色 是難追的 難追不是追不到 但是 有力量 要時間 而且始終可能 例如他們日本公司 不會經常設計的人 未必在國內 它貨在國內做 所以它不是經常看著 就會難一點對色 因為例如我們自己去對色 我都是跟它去那間啤色廠 立即調色粉 調到正確為止 過程可能 我們又要上去 然後又要去那間廠 等它調 可能你都沒有了一天 你不論日本飛過一天 看完它調 都會走 但照計它應該有工作人員在國內 但有時 它指定去到什麼程度 對 幫你跟進的人是什麼程度 就記念字 然後 例如它這個手 有可動 但其實去到這個炮手 受惠於它有換件功能的關係 其實它這裡是有一個水平轉的 可以轉過來的 轉過來其實有什麼用呢 例如做一些發炮的動作的時候 其實它是橫手的 而人類其實橫手的時候 那個二頭踢大概會是斜的 不會橫的 不會跟上一模一樣的 所以 它這個橫手之後 再加前臂轉 是 人體工學上比較合理 接著手波珠的一些關節活動 所以 因為這個比較空一點 所以就比較大 然後來到腰部 腰部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都不錯 但有一個問題就是什麼 你會看到腰部 它中間那幾格都有拆件的 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會經常看到它 不知道轉去哪裡 所以我當初做一比六的時候 我沒有把它拆成一桶桶 就是因為它經常會 難以固定 歪位 是 走了不知道去哪裡 但是 由於它拆完這些可動之後 它裡面再加上兩層的波珠 所以 其實它可以做一些比較不錯的可動 向前向後的可動 其實它比較不錯 向側左右 但是主要就是 它的甲 歪得你根本不能見人 這樣 這些太自由的部分 就比較困難一些 還有 有一點 你看到胸口的這條帶 以及背後的這條帶 它有一個問題 它是硬件 就是說 如果你玩得不好 它有機會送它那一程 送它一程 這些 它是硬的 硬對硬 就這樣打下去 所以就會比較牙煙一點 前面這把刀是可以拆下來的 來到底褲的部分 其實之前就有師兄一罵過 我看到網上 那是什麼呢 其實你看到一條底褲 這裡有兩件東西 它裡面做了平時的真骨雕 加上兩個單軸 它可以反上去 但是它這裡反上去 它的功能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這裡加了兩個袋 這兩個袋 剛好頂住了底褲甲 頂住了之後 其實這個反上去 真的沒有什麼意義的 所以你看到它動 它這個東西會動 但是沒有用的 而它這個腳 也沒有一個向下拉的關節 所以它不能夠放下去 當然了 你可以很困難的 我把它放在這裡 然後有一點硬硬的 將它塞進去 我的腳大概可以向外打到這樣的程度 但是這邊未必可以 這邊我沒有試過 算了不要對它這麼大期望 這邊有點困難 所以有一點 有一點沒有意義 它弄了這麼漂亮的袋 但是反而對於 寬關節有些障礙 例如一些抬腳的部分 都說是合格的 抬到90度是合格的 例如這些部分也沒有非常大的穿崩 腳部 這裡做了一個水瓶轉 但是水瓶轉也是 它避一避後面的屁股格 它特意分了一件 也可以做得不錯的水瓶轉 而它這個水瓶轉除了是直接轉 其實它是一個波頭 也可以稍微動動一下 一些膝蓋的摺疊 其實這個做得不錯的 但是你要無視上下的穿崩 但是已經贏了那規碼 然後腳碗的部分 就比較有心一點 上面一個波珠 然後中間就是平時拉打的斜柱 插在腳掌上 所以腳掌活動比較大 中間這裡其實平時就這樣看見 餅 這裡加多一個圖筒 遮蓋了外盤 這個相差很遠 沒錯 所以我覺得它很有心的 因為拉打也沒有這些處理 它也是有一個大大波珠 所以你看到後面這些 它補回了關節的樣子 外面再吐多一個銅 而因為它這個斜插的關係 這個腳掌的活動非常之大 大到是這樣的 但是它這麼大也沒有用 因為大地上根本做不到 所以有少少多餘 我們快一點點索性 做完斬龍那件事 配件吧 配件說完了 在斬龍之前 我們首先上斗篷 斗篷就是拆了領位 拆下來 然後看到斗篷 之前大家看官圖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覺得 哇 多漂亮 因為官圖真的拍得多漂亮 有些話想說 官圖真的拍得多漂亮 但實物上你會看到 例如它這裡做了一些印刷的線 其實它模仿漫畫的那些筆封 但是這個印刷的線 看照片其實挺漂亮的 看實物我覺得它那個 因為它應該類似掃碼印刷印刷 我不肯定掃碼印刷還是滾桶做 但是它有一些微粒 一點點的那個火粒 在實物上看的時候 就覺得類似背殼 有些怪的 有點奇怪 還有另外一件事 它本身的用料 硬得好像 雖然是布 感覺好像一些 循環再造的紫皮夾 我摸下去就 這些有點像一些扯布 即是軍庫的扯布 比較硬身一點 但是它為了抗衡這個布 它很有心機 在領的一圈 這裡是鐵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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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一撈鐵線是曲的 以BANDA來說 我覺得它比進了功課 包括這些領的部份 其實它有做一些打閘的效果 而且它也有一個立體的剪裁 也OK 沒錯 我們看看它的立體剪裁 到底上身之後會怎樣 在這裡 它要拆掉臉部才可以套 頭上它說明書沒有叫你拆 我也不會在這裡拆 穿過來之後 前面有一個掛勾 勾到那個勾 少許暴力 勾到那個勾 你就可以看到它完美地 已經是一個飛行的狀態 哈哈哈哈 我有少許不知所措 其實我看到這個的時候 我會安裝臉部 然後安裝前面的領圈 嘩 真的很遠 是的 但是你會看到它的頸是看不到的 而我嘗試把它按下來 然後你按下來 把中間這些位置都套回去的時候 等等我看看 其實把肩膀那邊的斗篷 盡量拉向後的視覺效果會好一點 是的 沒錯 它本身的設計上面 或者是它一些照片上面 其實它是有得向外飛的 那怎樣把它固定下來呢 就是你用它的肩甲這些級 你將那個斗篷卡進去 將它卡進去 硬硬壓住它 這樣你就可以做到 可能 稍微自然一點 是的 自然一點 但是無奈地 因為它的料位問題 你看到這個整閘東西都凸起了 所以你正面是完全看不到這條頸 還有 後面這裡會蓄了一塊東西 所以建議 應該很快有其他床 幫它出一件斗篷 換掉它 你問我其實我覺得 當然純粹在這個正創Bandau來說 這個斗篷算是挺創新的 是創新的 我又不敢說 我覺得合格 真的合格 但是你說可不可以再做好一點 通常這些DLC都是要付錢的 留給一些有心的人幫它做好一點 好 做個重點 終於可以 剛才沒有看斬龍劍 斬龍劍本身的方式比較有趣 前後拆件沒有噴色 就裝在噴了銀的刀上 但是問題是什麼 它的劍身邊的材料是很薄的 但是它也沒有辦法承著刀的重量 就會變成這樣 你看到我的刀尖崩了 是 就是因為它承受不了重量的時候 一下子撞到玻璃台上 迫白之後整個尖已經彎了 被它吹脹 是的 它看到這個嗎 它拿刀的時候 在這個底部扔了刀底 把手在這裡穿上去 相對都算是用途朋友 用途朋友 是的 拿刀朋友 這裏 之後這個才是最爆笑的地方 就是它的手裡面這個洞 是小到拆不進這支柱 拆不進的時候 你真的要九牛二虎之力 把它撞下去 都是暴力出奇蹟 所以 跟它對顏無謂 看到洞 不要看到洞就撞 所以其實玩玩具 都要有健身才可以玩 所以好像阿嘉一樣 你拿到刀的時候 刀就會告訴你 這是一個技術來的 這是一個技術來的 它是鬆軟到不幸 是 是 對了 叫做 托住可以的 托住 其實你除了托住之外 兩隻手握都可能效果會好一點 即是若然你知道它握不到 不如你跟著Stand 它可以叫你建議買其他這個 一個robot的雲的雲 就可以完美呈現這個格斯舉刀 其他的一些配件 例如這個 整個手援裝回去 我手掌就不裝了 就是這樣 好了 我們今天就開到這裡了 老實說 一萬日圓 香港你訂到應該是 我想六美七 六美七九 我一稍微有點貴 你問我 我覺得五百元我會買的 五百元買完之後 我還要出去買DLC 你留下兩百元給我買DLC 是的 但是如果以它一個 無法選擇的產品來說 其實頭丟是OK的 那麼 我也是會買的 所以你看我買了 因為我現在也很少買戶 玩完玩 無論如何都要說實情給大家 這就是愛了 是的 我喜歡玩完喜歡 我中伏還中伏 也不希望大家中伏 是的 我們玩了這麼多 這句AV就好看 待會見 所以大家比如說 有些什麼 趁沒有什麼人 人事小問 吹水 都不妨這段時間 例如說 有些女粉 是Ricky 暗戀了Ricky一段時間 而又想表白 而又不想在這麼多人的面前表白的話 這段時間是非常合適的 但是如果 你呢 向你表白那怎麼辦呢 棍的和我死開 女的其實沒什麼所謂 我的人是 又內向又霸師 你又沒有女朋友 是不是 又膽小 這樣啊 是的 我又不懂得跟 信得過的人分享 所以都OK的 勉勉強強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